大家好 歡迎回來一路靠北 特別天 每次走西濱走到這一段 或前面工業區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滿滿濃濃的 Cyberpunk的風格 就是那種工業感覺 蒸汽然後大型的建築物 有一種荒謬的美感 當然這個 東西本身存在並不荒謬 它是必須的 可是看起來就是 感覺很特別 我喜歡 然後呢在這個特別的氛圍之下 我們今天的旅遊 我們今天出遊這個特別片的成員 也蠻特別的就連我騎的車都是 我先大快快速介紹一下 今天我們是 乙萱Jo的香香騎士團 因為上個月我去做 Kawasaki活動的時候就遇到 吳乙萱嘛 其實我們兩年前就合作過那個時候 他對車沒什麼興趣 可是去年我在車展的時候就有遇到他 我發現他來 不是來工作喔 他來選購他的防摔衣 來找他的安全帽手套等等 因為他那個時候去考了重機駕照 因為他想要騎重機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他說說而已 結果沒想到後來付諸行動 只是因為本來他已經看好一台二手車要買 他那時候還傳照片結果我看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哇這超帥 可是好像豬都已經最後沒有成交了 好的 宇萱這樣有點危險 這個今天這個成員有點特別 大家不要激動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 我等一下回去回跟他說 好 在宇萱後來沒有買到車以後 又剛好遇到疫情爆發嘛 所以他等於整整一年他想騎的這一年內 他都沒有騎到車 所以上次活動遇到時候我們就說 欸改天來騎車 雖然講完當下我覺得這一定不會約 就跟你問朋友說 欸下次一起吃飯啊 他一定跟你說好啊 然後就再也不會約了 結果沒有想到 活動結束沒幾天宇萱就真的來問了 他說小山11月你哪幾天有空 我們真的來救一團騎車好不好 這麼積極的企圖先想要騎車 老實講 這幾年我還真沒遇過 大家都是講一講而已啦 好那我想說他要救嘛 那我就來幫他規劃 然後他去救他的好朋友們 所以今天李懿啊 尼萱啊 還有義郎啊 都有來好好的 謝謝尼萱你這次有看 你要是沒看我真的會嚇死 好的 但是呢這個香香騎士團喔 雖然很棒啊 大家對車也都很有熱血 因為你看今天這個天氣氣象預告說 欸這兩天天氣會很差 我們還是來了 表示大家真的愛騎車啊 這很好啊 值得鼓勵啊 可是因為像尼萱考到駕照之後 他其實沒有上路過 然後尼萱也是 那李懿 騎車也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早上在出發說 我們擔心的其實不是天氣 不是下雨 不是路線有沒有問題 而是他們能不能平安騎車啊 這個真的讓我蠻緊張的 但是既然大家這麼有決心 所以最後我們幾經討論呢 還是決定做個小測試 因為其實這次 我很感謝中和旗艦店 本田中和旗艦店的電腦小微支援 他們這次除了借我們車以外 也在當天早上上了 重新上了一堂基礎安架課 然後呢 我們在店內簡單讓他們測試一下 對車輛超多 手不熟悉 能不能正常的回轉起步 並且在 就是中和店旁邊這一塊 做簡單的造型 確認沒有問題了 雖然有點緊張 有點手忙腳亂 但確定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才決定出發 而且我要承認 其實我一開始做了一個很荒謬的決定 就是在決定要來這趟旅行的時候 他們說 欸小三那你想去哪裡 我想說騎車 你要有直線 要有得玩 又要有持 又要有特殊意義 那就北移了啊 其實我本來想走106 然後去不彥庭 然後就是在106不用走完全程 我們在 這我要看地圖才能講 就走台二接到北海岸繞一圈去 不彥庭就不會那麼累 後來想想 嗯 某些路段還是蠻陡的 那不然就 北移吧 因為平日北移其實也沒什麼車 但店長看這樣 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 如果真的冒然帶他們去北移喔 這已經不是賠不賠車的問題了 就是球團可能會跟我球場 然後他們經紀人會直接告死我 所以 就決定 那我們就走 六四 因為中和店上六四很快嘛 走六四 然後我們接過來 走六一 然後我們就去新路 喝喝咖啡 就去木內喝咖啡 休息一下喝咖啡嘛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棒的挑戰啊 因為對新手來講 我今天能夠平安的山路 穩穩的騎車 而且路上還可以欣賞風景 很棒啊 所以 到目前為止 大家表現都很好 很棒 哈哈 我真的是 放下心啦 而且我必須說 因為早上 小薇在指導 在講的時候 他們旁邊我們自己 有拿GoPro拍嗎 他們也會拍嘛 就有點不小心進入了 欸 這個永安賽車場 聽說 好像 tomorrow 我要來這裡 試那個CBR 500R 希望不要下雨 欸 所以我今天算敞勘欸 先來看一下明天記者會的地方 呵呵 欸不對 喔那是下禮拜也是 抱歉 明天是要去試Ducati 在立保 937 長得很像MT07的Monster 他們都一直跟我講說 不過這個車喔 你不要看他外表這樣 好像變溫和了 其實還是很兇的 老講不太相信 這個試了就知道 到時候才會知道 好 總之呢 目前我們的旅程 即將進行到一半 看起來應該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就是喝喝咖啡 那我想說的是 其實有時候你身邊有朋友啊 對車子有興趣 尤其是女生 尤其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喜歡騎車人 我覺得一開始你真的不要太阿扣 就像我那麼白癡 我一開始想說 去106去不彥亭 去北一 我要給大家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讓大家覺得說 哇 出來旅行挑戰 我做到了很多 大家重機騎士都會做的事情 不用 真的不用 很多時候真的會這樣啦 你就會去忘記 你原本到底為什麼喜歡車 你剛剛騎車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因為 其實 我喜歡騎車OK 我出來跑一趟 雖然都是直線 可是我這輩子沒有騎重機上路過啊 可是我這輩子沒有騎重機 在快速道路上騎過啊 我沒有享受過車隊 組成的感覺 我沒有跟大家一起這樣騎車出去玩 那我們就以這個為出發點嘛 簡單一點嘛 那你說大家都有考到駕照 沒有錯你技術可能比較差 很多東西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沒關係 練習 我知道有些人會覺得說 哎呀你就是練好才可以上路啦 嗯 我就真的這樣說 如果有人帶著 在不危險的情況之下 因為其實我覺得今天 像他們比較麻煩 大概就是起步 還有一些低速轉彎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後面幫忙看著 至少我們今天遇到的其他的 呃 駕駛者 四輪的 二輪的 大家都還蠻友善的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大家特別友善 可能看到我們是尊貴的本田車主 特別友善來我們看一下起步 很好很好很好 不好了 好沒事沒事 沒關係慢慢來 沒關係慢慢來 我幫你看著 那個你現在是一檔嗎 有一檔嗎 好你慢慢放慢慢放 好慢慢放就好 補一點油 慢慢放 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好我跟你講現在很妙 現在要插播了 因為我現在有帶藍牙耳機 我們來看是誰 喂 你哪裡找 你哪裡找 以下十大人的商務時間完全沒有畫面 好剛剛應該是 其實有時候新手提出來會這樣 他整路都很順暢 可是在這個順暢的過程中呢 像高速降下來 他可能會忘記 慢慢把檔位降下來 然後慢慢的 騎不出去 因為你剛剛整路都這樣吹風 你手指沒有活動 一下你可能就忘了 OK 所以出門騎車這個千千萬萬要小心 然後我剛剛想說的是 一開始騎車 包含前面的各位香香女騎士們 包含各位男騎士們 其實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我覺得都一樣啦 騎車一開始你一定是不熟 然後慢慢的比較熟悉 然後到後面 欸你可以隨心所欲 那這個過程 不管是你自己還是你身邊的朋友 拜託你不要在那邊GAL 不要去笑人家 不要覺得我自己很型了 我就很臭屁 你也不要覺得我朋友好笨 我笑他 有些是值得笑啦 但是有時候多給大家一點怎麼講 鼓勵 他願意騎車喜歡騎車 像我剛剛我們騎完前面64的時候 我蠻訝異的 他們三個都覺得 這種兜風感覺很棒 很有趣 那我覺得很好啊 有時候大家講說 我們台灣對摩托車騎士 大家 就是看到重機就不爽 可是我覺得與其你去改變 所謂重機的觀感 你倒不如選擇最簡單的方式 讓他喜歡重機就好啦 對吧 你要去講說 哇這個重機應該是怎麼樣 他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這樣子 可是 你讓他喜歡重機 就一切都解決了 好不好 所以 希望環境是有可改善的 好 加油 我自己差點忘了騎戶 好 然後順便講一下 最後 因為我想說今天我們要符合這個尊貴的本田車主的身份啊 所以 在跟中和騎進店借車的同時 我順便跟Mike借車 我本來是跟台灣本田借車 他們要借我一台CBR650R 後來我想想我不願意 因為 這種天氣 你只好趴在那邊騎喔 我不要 而且 因為大家一起出來 有些是新手 我希望說如果有任何狀況的時候 我可以跟上 那我想要騎輕一點的 快樂一點的車 那本來 因為台灣本田我們之前切地掛說 有300L跟300Rally 應該跟他們借就好 可是 那個車這幾天他們在做教育訓練 就是內部的指導員 他們要去做off-road訓練 那課程快開了 我有去看過他們上 內部的培訓課 有在用心 這是好的 好 總之呢 借不到本田的車 我就跟Mike借 My boy Mike 你看這個車400公里 400公里啊 因為 他這個車拿到之後 他就 我不知道 就是 鳥摸 他去改那個前後17 他去改滑胎風 然後導致現在ABS燈一直閃 因為前後輪速不一樣嘛 然後車 因為他後來又不小心就是 在賽事場受傷了 所以呢 這個車騎了400公里而已 現在401 坦白跟各位講 今天早上拿到的時候 應該我們拿到這個車的時候 大概才300而已 所以有100都是我們騎的 好 大家先過 因為我要嘴一下他這個車 還有電嗎 有電 其實我跟你講 CRF300 不管是L Rally 都很帥 都很帥 可是 我還是覺得原廠那樣配置比較好啦 我覺得這樣好像也沒有比較好騎 而且改這個小風鏡 小方向燈根本就看不到 麥克阿 沒有要改車 互工蠻帥的 可以 那帽子賣便宜一點嘛 因為賺了錢 就是亂改車 對不對 嘿嘿嘿 但我必須說 這個車玩起來真的好玩 只是高速的時候會比較 你像剛剛其實高速 他就是已經超轉震動閃了 對啊 好啦 這個 要到了齁 欸 欸 那是我們的人嗎 應該是吧 好 出腳過彎 唉唷 我今天第一次認真過彎 我才發現 唉唷 原來 改華颱風其實也是不錯騎的 好啦 這個一路靠北 特別偏 我們現在要到達 我們上午的休息點呢 就是我們 終於騎士最喜歡去的 Money Cafe 但現在就精彩了 希望大家平安 好不好 希望大家平安 Money Cafe 其實今天大家騎車都還蠻順的 酷酷酷酷酷酷 穩穩的 慢慢的停下來就可以了 好啦 我要來去 當牽車工的身份了 來 跟一路靠北的觀眾們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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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